字幕提供 如果我講舊區重建 你知不知道我是Valon嗎 我知道政府在一些舊區擦租樓 拆盤了全部進入了一些新樓 但很相信本土的街坊文化 就因為舊區的重建,所以進入了 做藝術創作其實很大的一個要求 就是他要很大地方或者樓底很高去放一些藝術品 或者跳舞學校,你也知道 又要裝鏡又要整個很大地方給人跳舞 工廈是很適合做這件事的 因為香港其實也不需要公然這件事 工廈放了出來,除了收地建豪宅之外 其實是否有其他用途可以做 我們在這一區相處了幾十年 去一個很舒服的地方 香港的生活已經很難生存 你還要這麼大的轉變 更加千難勝利 住了幾十年,但是被人一趕走 到家買菜又跪了,朋友都全都沒有 其實你要做到應該要做的事 才可以做潛質 做潛質 因為居住是我們生活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那我覺得內業一定要先解決住的問題 如果住也解決不了,就有很多問題 解散死建局 周慶國安排 快要洪家鑽 快要洪家鑽 洪家鑽 城城外外民主 撈援露 撈援露 環洪生活 環洪相機 環洪相機 當年利東街街幫自己集資上成規會 上成規會做了一個啞令方案 而今天的利東街的形態 其實是我們當年啞令方案的豪華版 我們當時是將我們的啞令方案 為甚麼會出現啞令方案 啞令方案我們集合很多不同的專業人士 告訴他們 街坊不要錢要求樓換樓舖換舖 為甚麼今天出現到街坊被逼走 街坊一喝眼淚 我們打電話給街坊的時候 街坊都說很不想說他哭 其實在私人地產商都可以做到樓換樓舖換舖 所以我們在今天七一遊行的時候 我們都特地走過來 覺得是就義的問題 是去投訴這個官商勾結 由居民去自主 城市規劃民主化 就是這樣 其實我們岩池圍村 將來會有一個保育的公園 而我們都只是想在保育公園裡面 建一排兩層的房子庫屋 讓我們的村民在那裡住 還有做生意 但是我們這個這麼小小的要求 市區重建的是一拖再拖 所以我們都是很興奮的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